国庆假期返程客流开启 台风残留云系 携手冷空气将给上海带来暴雨 上海消费券第二次发放 扩大使用范围 扩增商户规模 优化使用体验 住建部数据显示 已有50余城出台楼市新政 多地商品房销量出现增长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引发多方反对 中欧将进行新一轮关税谈判 乙军继续空袭黎巴嫩 并发生地面交火 珍珠党潜在一把手据传已身亡 野门胡塞武装称 美英联军空袭野门多地 首都市中心军事设施遭战机轰炸 今天是2024年10月5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东方新闻 我是李汉 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假期进入后半城 现役旅游受青睐 铁路公路迎来返程客流 详细内容请于非介绍 好的 李汉 国庆黄金周假期已经过半 今天开始公众假期出行 陆续进入到返程阶段 交通的需求十分旺盛 国庆黄金周运输启动以来 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已经超过1亿人次 今天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中短途客流增加 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47列 今天午后开始 上海南京等多个长三角车站 都迎来了首波返程客流 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长三角铁路部门 今天计划增开往返华中 华南 中原 西北等多个支冲方向 以及长三角管内 往来上海 浙江 江苏 安徽多地的旅客列车 共207列 公路方面 高速公路的流量 也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 预计是6000万辆次 上午9点到11点 下午4点到7点 天津 杭州 河斐 济南 广州等城市周边 路网车流较多 而民航方面 今天全国的民航预计发送旅客 达到232万人次 环比增长5.09%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华东中部有阵雨天气 部分机场航班可能受到影响 有出行计划的朋友 要及时关注航班信息 今天不少市民踏上了返户的旅途 上午10点左右 G40长江碎桥迎来了大客流 航拍画面显示 长江大桥离岛车辆出现缓行 长江隧道没有出现长时间的缓行情况 预计今日返程高峰将持续至夜间 重庇警方以启动24小时护航模式 确保返程车流平安有序 在G60护坤高速封京服务区 上午入户车流相对平稳 并没有出现拥堵 预计明天下午2点开始 G60护坤高速将会迎来入户高峰 虽然返程客流已经出现 但是国庆的旅游市场依然火爆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黄金周 不少市民游客绕开了常规的景点 解锁松弛感满满的乡村游和现浴游 寻找轻松的休闲方式 假期期间位于扬州移征早林湾的这个度假乐园 人头攒动 这里的景色和游乐设施让大家流连忘返 不少游客表示 今年国庆主打慢节奏的乡村游 听说红山这边的话 就是发展的还不错 有这个乐园就走过来看一看 希望人稍微少一点 这样的话更有体验感 国庆期间 扬州市集合县市旅游资源 开通了六条乡村旅游直通车 还组织了农市体验活动 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地感受扬州乡村游的魅力 假期里一场惠民演出走进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精彩温城的节目生动地诠释了西柏坡精神 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我来自内蒙古 我就想走进西柏坡 遵循红色记忆 我接下来呢 这几天好好地转一转 我们的这个旅游景点 除了红色旅游 近年来 平山县不断培育新业态 激发全域旅游发展获利 当地先后开展飞移进景区 四季村晚 民宿文化展演等各类文化活动 截至八月底 平山接待游客1623万人次 同比增长17.5% 把旅游的产业链条拉得更长一些 把我们的产业业态更丰富一些 努力打造红色旅游的首选地 修宣康养的目的地 让平山成为这么近 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的时尚新标杆 在四川眉山国庆期间 乐祥岛潮玩集市人气爆棚 成为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火壶表演 正在激情上演 技艺高唱的表演者们手持火壶 以灵动的身姿和娴熟的技巧 将火壶在空中勾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仿佛流星划过夜空 璀璨夺目 近两年 县域旅游的热潮兴起 从小众开始变得逐渐大众起来 数据显示 2023年 全国1866个县域旅游 平均的总收入值为42.95亿元 接待游客总人数平均值 为508.27万人次 增幅明显 这股奔线热潮 也是延续到了今年的国庆长假 带动了多个县城文旅订单量翻倍 数据显示 国庆首日 安吉 平坦 都江燕 景洪等 县级市和县城旅游订单 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县域旅游的火爆并非偶然 首先是随着高铁网络的覆盖率持续提升 交通更加便利了 比如就在今年 长三角地区首条高铁环线开通 途经21座车站 将多个景点串珠成练 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 此外 随着县域景区基础设施的提升 和住宿服务条件的优化 越来越多 追求个性化旅游体验的消费者 也更愿意选择去探索县城 奔线游没有那么大的打卡压力 更松弛 更疗愈 对于长期快节奏生活的大城市群体 和更愿意在节假日追求越挤 而不是越人的人群 其旅游体验感更喜人 那么对于已经学会把旅游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旅游客群来讲 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来做公众假日的出游的选择 那县域旅游人少景美 民风淳朴 人文历史一存丰厚 而且性价比也通常更高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县城 成为游客奔赴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选项 奔线的热潮 为县域文旅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但也带来了多维度的考验 这个国庆假期 因为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出圈的山西临坟 习县小西天井区 连日来的游客接待量就持续攀高 部分游客因为排队等待时间长等问题产生了情绪 网络视频显示 10月2号小西天井区有排队游客等待时间过长 高喊小西天差评 当地公安局局长和值班副局长到井区一线输导游客 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提出了意见 我们今天马上进行整理 但是咱们陈总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大家干什么吐槽也好 干什么骂也好 大家说安全是第一位的 好吧 想骂了可以过来到我 排队到我这儿骂两句 骂了大家全收了 完了大家说 请大家一定要听我指挥 咱们保证 整个安全 针对景区承载能力所限与客流量激增的矛盾 10月2号 习县小西天景区发布实行一约限流公告 10月3号 习县文化和旅游局发出 再致小西天广大天命人的一封信 对于近日在景区出现的等候时间长等问题表达了歉意 当天文艺工作者在景区沿途表演节目缓解游客排队疲劳 而从10月5号起 景区启动分时段限量售票 习县小西天也就是千佛庵 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69平方米殿堂内供奉近2000尊佛像 其悬速彩绘被视为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瑰宝 数据显示 小西天景区10月1号接待游客9502人 2号突破16000人 3号达17626人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假期里游客蜂拥而来 相对大城市和热门景区 县城和小众景点难免会有些手忙脚乱 在网上不乏年轻游客对县城之旅的吐槽 比如配套设施不完善 旅游市场不规范 收费高 环境脏乱等等问题 显然在突然暴增的旅游需求面前 不是所有的县城都做好了准备 奔县油火了起来以后 当地如何来接住这个坡天的富贵 也考验着当地旅游部门的管理智慧 刚刚提到的习县小西天景区的遭遇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对于当地的应对 业内人士也是给予了肯定 我认为有了这个态度和意识 加上后期的整改的措施 以及会想出更多的办法 将自身的特色的资源和比较的优势 巧妙地挖掘和呈现出来 那么以这样的态度下去 那么县域旅游从火起来到火下去 到火下去 我觉得还将会大有可为 业内人士表示 如今很多县城的交通已经非常方便 除了高速公路 高铁还建起了机场 此外各类酒店民俗餐饮服务也已覆盖 接下来当地应积极营造 优质服务的软环境 强化服务意识 营造和谐文明融合的旅游氛围 建成的文旅公共服务要跟上 比如说这个文旅信息咨询 旅游的投诉服务的响应 价格监管的力度 比如说服务品质是否粗糙 服务的意识是否不强 服务的语言是否不够美 服务的标准是否不够高等等 业内人士提醒 在完善文旅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过程中 小众城市要切记盲目抄作业 避免出现千篇一律的尴尬 因地质疑的挖掘自身的特色资源 为游客提供差异化的 更具性价比的文旅体验 才是小城魅力 能够经久不息的法宝所在 现于旅游快速崛起的同时 传统热门景点也吸引着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在花果山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门前广场 稀有小剧场的演员们搭起舞台 给游客奉上精彩的文艺节目 我们一进门的时候 就看到了隆重的一个文艺的表演 然后当时大家一起在合唱 我的祖国会觉得很震撼 在玉女风下 一场精彩绝伦的花果攀桃宴 让游客们大饱眼福 游客们仿佛穿越到了 西游记故事情节中 沉浸式感受浓浓的西游文化氛围 然后刚才在玉女风 还看盼道大会 都挺好 很精彩 传统文化都展现出来 你像这么小小孩 你不演的话 光给他说不行就好 这样还具体我觉得 今年国庆假期 海南天气情好 气温宜人 三亚入境游持续升温 众多外国游客 乐享中国长假节日氛围 除了各大景区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 有明显提升 入住酒店的入境游客占比 也从三成到接近五成不等 客源结构也正逐渐从随团游 转向自由行 持续升温的入境游背后 是海南在不断地推动 相关便利化的举措 以三亚为例 今年以来已经开通了 23条国际航线 累计接待的入境游客 超过了44万人次 那么三亚力争在年底 开通25条国际航线 让更多的入境游客 能够享受到 说来就来的交通便利 国庆期间 三亚还配套开展了 一系列运动修行和音乐美食活动 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的 旅游文化体验 提升游客旅游消费的满意度 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再来关注假期后半程的天气情况 受到台风 山陀二残留云系 以及一股弱冷空气共同的影响 近期三天 北方地区将游情转阴 大部分地区会有降雨 甘肃 青海等地会有降雪 而长三角地区 包括江苏 上海 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 从今天开始也会有明显的降雨 气象部门预计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 上海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的过程 金山 凤咸和浦东等区 有可能会触发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的条件 降水期间全天温差不大 气温会维持到20到24度 今天上午 上海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和续的天气 午后天空转阴 一些地方开始下起小雨 气象部门预测 今晚开始雨势将增强 雨量最集中的时段将会在今夜明晨 这波降水主要还是因为台风山陀尔 虽然它已经停止编号 但因为它的残留云系范围大 所以对上海还是会产生影响 现在来看呢 这个雨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都是浦江大雨到暴雨 像这个浦东南部 金山凤咸等地呢 有可能要达到暴雨到大暴雨了 另外呢 风力也比较大 而且因为伴有一些雷电活动 主要的集中降水呢 还是在明天早上之前了 之后呢 这个降雨会有所减弱 气象部门提醒 墙降水会造成路面湿滑 能监督下降等情况 返城市民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好 我觉得情况就是这些 美哈 好的 雨飞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住建部数据显示 已有50余城出台楼市新政 多地商品房销量出现增长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引发多方反对 中欧将进行新一轮关税谈判 《家国万里》今晚播出最后一集 看日本纪录片导演 如何理解和和共生 不顾中方反对 欧盟投票通过电动汽车 反补贴案中裁草案 已对原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 征收最终反补贴税 对此中国商务部 多个行业协会 以及相关车企 都表示坚决反对 商务部称 欧方的保护主义做法 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 中方坚决反对欧方的中裁草案 但也注意到欧方表达 要继续通过谈判 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 中欧技术团队将在10月7号 继续进行谈判 中方敦促欧方回到通过 磋商解决贸易摩擦的 正确轨道上来 中方也必将采取一切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 中国冒促会也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冒促会 中国国际商会积极支持 中欧双方继续通过对话 磋商处理分歧 化解磨擦 欧盟中国商会表示 欧方的做法不会增强 欧洲及其他市场本土产业的韧性 反将失去相关中方对欧投资 最终削弱欧洲市场自身的竞争力 和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活力 此外多家车企业第一时间回应 极力控股发布声明称 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 表示非常失望 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 不具有建设性 将会阻碍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最终损害欧洲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欧盟昨天表决通过 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案后 欧洲多方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此举不利于提升欧洲车企的竞争力 呼吁继续与中国磋商 欧盟委员会当天宣布 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议 以获成员国必要支持 与此同时 欧盟和中国继续努力寻求替代解决方案 当天德国和匈牙利等五国投了反对票 另有1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指出 欧盟委员会不应引发贸易冲突 需要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称 此举将损害欧盟自身竞争力 斯洛文尼亚方面也表示反对加征关税 呼吁与中国展开更多切实合作 投棋权票的芬兰外交部官员则指出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 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行业的支持 对欧盟造成实质性损害 大众 宝马 梅塞德斯 奔驰等 多家欧洲汽车制造商 也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表示惩罚性关税会长期削弱 欧洲汽车行业的竞争力 去年10月 欧盟委员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 发起反补贴调查 今年8月发布中裁草案 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7%至36.3%的反补贴税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9月底以来 楼市新政密集发布 住建部今天表示 国庆期间看房量到房量大幅的上升 多地商品房的销量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市场信心有所恢复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 截至10月4号 已有20多个省区市130多个城市 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线上线下商品房促销等活动 初步统计显示 国庆节假期以来 参加促销的大部分项目到房量 同比增长50%以上 一线城市中 北京市新房认购量提高两倍 二手房代开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04.1% 广州部分楼盘日到房量较平时增加200% 其他多地销量出现不同程度增长 住建部还表示 自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调整住房限购等政策措施以来 重庆 四川 广东 湖北 云南等十多个省区市 也陆续出台省级层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 武汉 南昌 河北 广源等50多个城市出台了本地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昨天2024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 中国进化郑清文以总比分1比2强势逆转战胜 俄罗斯小将安德烈耶瓦 生涯首次晋级中网女单四强 本场比赛是两位球员的首次交手 郑清文开局显得十分慢热 甚至送出发球双雾 一上来就被安德烈耶瓦连破两个发球局 陷入0比4的不利局面 随后郑清文状态回升 接连追分 但还是以5比7遗憾丢掉手盘 第二盘郑清文找回手感 一上来就是凭借不知疲倦的跑动成功破发 往前出现失误的安德烈耶瓦 则是把球狠狠打向场边 对手心态波动 郑清文却越打越稳 凭借一记干脆利落的发球得分 郑清文临风对手获胜 比赛进入决胜盘 安德烈耶瓦在决胜盘的情绪人不稳定 开局还在大哭 但拿下首局后状态回升 第六局破发让郑清文陷入2比4的落后局面 我觉得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拼 因为我觉得即使是我2比4落后比赛也远远没有结束 心无旁骛的郑清文在第七局回敬了对手一个破法 随后又是连保待破 最终抓住了发球胜赛局 最终成功逆转 首次晋级中王女弹四强 他也成为继里纳王强之后第三位打进中王女弹四强的中国球员 本场比赛的挑边嘉宾是游泳奥运冠军张宇飞 赛后采访中郑清文对此表示十分开心 其实今天我很意外他能来到现场 就今天我跟他握完手之后还拥抱了一下 就是我一般很少跟别人拥抱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 包括我在巡回赛场上我也一般不跟别人抱 就是因为我把我的抱看着很珍贵 所以说我内心当中是把宇飞当作一个就是朋友 郑清文半决赛中的对手是杰克选手穆霍瓦 他在昨天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 淘汰了赛会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郑清文和穆霍瓦的半决赛正在进行当中 在首盘比赛当中 郑清文和对手是各自饱发 站直了一比一平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4上海劳力士大师赛 在南丹第二轮比赛当中 面对世界排名第29位的支离选手贾里 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吴义炳直落两盘 横扫对手晋级32强 这也是他时隔六年再度闯进上海网球大师赛32强 本场比赛是吴义炳和贾里的首次交手 第一局吴义炳很快进入状态 以40比0拿到局点 但是完成饱发的这一分却迟迟拿不下 更是让对手拿到两个破发点 经过四次评分之后 吴义炳用17分钟才艰难完成爆发 随后吴义炳状态神勇连发带破 以6比2拿下第一盘 第一局自己遇到了一些麻烦 在40比0领先的这个情况下 没有办法马上把那局收下来 但我觉得同样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开局 第一个发射局就把对手完成破发 我觉得对自己庆幸上面也是一个不错的提升 第二盘比赛吴义炳延续着之前的火热手感 最终以6比1取得本盘比赛的胜利 顺利晋级男单32强 近年来深受伤病困扰的吴义炳 世界排名调到了500名开玩 好在此番持外卡亮相上海大师赛 吴义炳表现不俗 获胜晋级后 他也时隔6年再度闯进了上海大师赛的32强 下一轮吴义炳将对阵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 后者今天在中央场馆的比赛中 2比0战胜中国选手商俊成 而在此前另一场比赛中 刚刚在中网公开赛打进四强的中国选手 布云潮克特 迎来了自己在上海大师赛的首秀 不过在面对美国选手米克尔森时 他连丢两盘 遗憾止步手轮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024年村BA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昨晚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举行 最终来自山东的代表队夺得了冠军 你追我感的拼搏精神 与村位十足的比赛氛围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周边的群众 前来观看 比赛现场座无虚席 比赛过程中 各队球员全力以赴 发挥各自特长和实力 贡献了数个精彩的进球瞬间 因为我们昨天经历过那一场大战之后 今天我们昨天晚上调整了一下心态 准备今天争夺这个第三名 除了精彩分成的赛事 当晚村BA深山音乐会更是经典在线 篮球盛宴与假日氛围的碰撞 让现场观众激情昂扬 颁奖环节中 三支获奖队伍 除了获得各自的奖金奖牌 来自山东的冠军球队 惠东集团代表队 还获得特色奖品小黄牛 来自甘肃临夏州的亚军球队代表队 获得名犬夏思犬 季军代表队则获得山羊三支 我们一上场一点都没有惧怕他们 我们就是跟他们拼 跟他们干 我们已经是全国的亚军了 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说这个犬是世界名犬 叫夏思犬 准备回去养一下 感受一下 他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的 除了激烈的球赛 当天的村BA球场 还举办了万人KTV 无人机表演等精彩活动 为球迷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体验 近年来 台江县根植乡土的村BA赛事 点燃了全民快乐的运动激情 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贵州台报道 5000年中华文明中 一个和字始终贯穿其中 和平性不仅深入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智慧 也深埋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 文明寻访纪录片《家国万里》 今晚将播出最后一集《和和共生》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 将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通过自己的独特视角 寻找和平的意义 西汉时期 张仙初始西域途中 曾途经舒勒 翻越聪林 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 去到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 2000多年后的今天 帕米尔高原上 又有了一条新路 卡拉昆仑公路 也叫做中巴有异路 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 中巴两国的驻路工人 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这条天路的打通 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摄制组辗转找到了 当年的修路人 听他们讲述 50年前的那段往事 同时也沿着这条路 一路来到了中巴边境 红旗拉斧国门 这场双向奔赴 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创意 最好的助讲 而和平的意义 除了做建设者之外 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内涵 为了寻找答案 设置组还前往了肯尼亚 第二大城市蒙巴萨 以及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希腊 今年7月下旬 中原海运 比雷埃夫斯港支持的 希腊文化部项目 水下考古博物馆 刚刚开建 加国万里设置组 来到这个再建工地 一探究竟 这个建筑给了企业的教育 这个建筑是继续结束了在最后的2025年 所以从开始的2026年 这个建筑会被改变成了一个美充器 美充器?什么样的美充器? 它会叫做《沙滑的美充器的美充器》 有一个建筑 为一个积极的房间 它会建筑中国的美充器的美充器 为什么你的公司卖了这个美充器? 所以你不能赚钱吗? 钱不是第一个项目的 钱是与文化、文化、历史、和两国的友谈的朋友 那一个中国公司经营希腊的员工 有没有什么冲突、矛盾的点? 没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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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没有矛盾吗? 所有的职业 无论是中国、主持人或西方职业 都会有同样的利益 同样的利益 所以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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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一带一路 连通的不仅是中国和世界的贸易往来 还有明星与文化 一直以来 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新时代中华文明又如何以和 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今晚播出的 加国万里最后一集 和和共生 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上海消费券第二次发放 扩大使用范围 扩增商户规模 优化使用体验 户上文化地标 开启节假日新尝试 首场室外融合形势集 打造消费新热点 以军继续空袭篱笆嫩 并发生地面交火 珍珠党潜在一把手 据传已身亡 安理会审议 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调查情况 中方呼吁 避免将调查政治化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欢迎回来 日前首批上海自贸实验区 联动创新区设立 不断放大上海自贸区 辐射带动效应 在总面积约23平方公里的 杨浦联动创新区 正通过面向全球 开展高水平科创合作 提升数字经济能级等方式 结合企业需求 和自贸区制度创新 打造一批具有杨浦特色的 改革创新成果 这家杨浦区土生土长的 创新企业 从十几人起步 如今规模已近300人 急需拓展市场 很快他们迎来了一份 来自香港的合作 刚好因为出海 也是我们今年 很重要的一个业务方向 我们帮他们能够拓展 利率的市场 他们帮我们能够 拓展海外的市场 合作中的这个科技团队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这所大学去年和杨浦区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让护港朋友圈不断扩容 也让这个团队上个月 入驻港中大上海中心 创博港上海基地 成为首批五个科研项目之一 可以充分发挥就是港中大 他们那边科研成果的这个领先性的优势 以及我们长三小地区和上海的这个广阔市场的这个优势 那实现一个资源的匹配 加强国际创新资源对接 是杨浦联动创新区的关键词之一 而自贸区的一些既有经验 也让杨浦受益 相关部门发现 不少中小科技型企业在快速成长中 普遍存在资金缺口 自贸区一直在探索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创新 在杨浦区催生了一个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服务平台 这个平台呢 是集合这个企业的信用画像 能够提供这个我们现在汇齐政策的一些导航 信用的一些服务集成 以及融资的这个撮合匹配 一批创新科技信贷产品也应运而生 上海技术交易所的科创信用评估体系 就能帮企业将知识产权转换为实际价值 交易所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数据和我们的评价模型 我们会把企业整体的 它的主要现在主要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按照我们的评估模型 给出一个具体的价值 基本上三天之内可以出这个预评估告 自产品上线以来 上纪所已累计服务科技型企业近900家 帮助近120家企业获得银行增信 总撮合售信额超80亿元 未来呢我们会去开创更多的业务的品类 业务的结构的设计来去赋能于自贸区的 我们的企业的科上企业的成长 在自贸区制度成果的探索中 杨浦正在形成一系列杨浦方案 我们在学习复制 这个自贸区的制度成果的这个基础上 基于杨浦的特点 下一步也是要提得出自己一些改革 创新的这么一些需求 使我们这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成果 更多的能够辐射推广出来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最近上海投入5亿元真金白银 发消费券刺激消费 今天上午10点钟 第二轮价值3000万元的餐饮住宿消费券 全面的发放 记者看到在消费券的加持之下 餐饮消费场景显著增加 商场的消费活力也被进一步的点燃 中午记者来到这家百货商店餐饮区 短短10分钟内 这里就迎来了两位 和香乐品上海餐饮消费券的顾客 在大额满减消费券加持下 前来就餐的顾客不少都是举家出游 客单价也有所提升 昨天我们两个大包间消费 都是用的1000减300的大额的消费券 然后平常的家宴之类的 都是800减200的用的也比较多的 大概得有十几桌吧 商场还推出了各式满减活动 与消费券一起叠加 结合上海之下的一些光影节的一些宣传 包括其实在我们的外里面 都会有一些非常炫彩的一些表演 那在这一期间呢 其实我们通过一些丰富的活动 也赋能我们的一些商家 而在这家商场有超20家餐饮店铺 可以使用此次发放的餐饮消费券 商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促销团购 对店铺引流效果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上海发放的3000万元消费券 扩大了在线预定平台使用范围 可以在小程序平台使用 参加活动商户范围 也从第一批600多家增加到了3000多家 此外还适当优化了不同品种消费券 发放比例 进一步提升消费券使用体验 东方卫视记者刘亦然上海报道 十一黄金周上海旅游消费市场火热 引领文商旅融合新潮流 国庆假期在这个文化地标 一场为期三天的室外融合型集市 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文商体旅新体验 活动现场汇聚了超过40家特色品牌 涵盖咖啡 手作 美食等多个领域 这家咖啡店还以音乐开放卖的形式 将咖啡与音乐相结合 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体验 专业的乐队跟我们的客人做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互动 就是可以上台来唱歌 然后让客人解压 市集现场还设置了NPC沉浸式体验活动 以打卡互动赠送演唱会门票的方式 丰富游客游园体验 现场的小雨也没有影响游客互动体验的热情 是从虎师赶过来的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有各种的游戏意志类的节目可以游玩 国庆假期期间 这场为期三天的融合市集新尝试 带来了共计超15000人次的客人 在非演唱会期间带动周边的一个商圈 以及提供给周边市民更多的一些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 东方卫视记者刑影 这海报道 国庆假期上海浦东虹桥两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 截止到今天下午三点钟 在两大机场口岸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2万人次 同比增长40% 上午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边检入境大厅内 游客们正在有序办理通关手续 不少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难掩兴奋 旅客中也有不少华人华侨 趁着国庆假期回国谈亲 这两个小朋友今年是第一次回国 然后我们会去北京去到天安门和故宫 然后也带他们去爬长城 国庆假期至今 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超两万五千人次 同比增幅超百分之七十 从泰国 德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五国 免签入境的旅客占比超半数 出境方面 国庆假期前三天 浦东 红桥口岸 有超12万名内地居民出境 同比增长超45% 其中前往日韩 新马泰 港澳等地的游客占比近七成 开足查验通道 科学调整通道比例 均衡中外旅客获减排队时间 确保中国公民出境通关排队不超过三十分钟 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今天距离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还有一个月 上海市交通卫介绍 各项交通保障工作已经进入到全面冲刺阶段 除了接驳公交 地面停车场等常规保障措施之外 今年还专门在地铁和出租车行业当中 打通了外卡支付的环节 并在国展中心的车站内增设了行李寄存柜 上午 记者在二号线国家会展中心站的站厅曾看到 在紧邻着展馆的三号出入口附近 三组展新的行李寄存柜已经安置妥当 考虑到不少展商是出了机场直奔展馆而来 因此这批42个寄存柜中有接近七成都是大尺寸的箱柜 车站的服务中心也配备可支持外卡支付的POS机 购买单程票 多日票以及各类轨交联票 主要是针对外籍游客和一些外籍的参展观众 到现场由于买票各方面的不方便 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举策 除了地铁 出租车也是展会期间重要的接驳交通配套 目前大众 强生等出租车企业已率先配置了 可支持外卡的移动支付设备 此外 今年的酒店穿梭巴士也有所优化 缩短了发车间隔 扩大了酒店的覆盖面 管控区外的停车博位可实现提前一小时在线预约 东方卫视记者迪恩禅上海报道 彭浦新村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 居民住房难 社区治理难 一度是街道面临的难题 今年彭一小区旧住房项目改造接近尾声 这也意味着彭浦新村历史19年 彻底消灭了成片非成套旧住宅 今天图鉴上海生长的城市系列报道 我们聚焦走出城市更新新路径的彭浦新村街道 看它如何从昔日的治理挖地 生长成今天的北静安新亮点 说到上海第一批工人新村一定会有彭浦新村的大名 始建于1958年的彭浦新村又曾在1993年起扩容 承担了安置上海中心城区洞迁居民的重任 形成了超大规模居民区 如今走过一甲子的彭浦新村 正在不断蜕变中焕发新的升级 彭一小区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 是迄今为止全上海旧改体量最大 居民户数最多的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 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 明年上半年居民们就能回搬新居 老彭浦人赵启明见证了不断生长的彭浦新村 1959年由于父亲单位分房 赵启明成了彭浦新村最早一批的居民 他在彭浦新村成长 工作 结婚生子 2020年彭一小区居民迎来了 圆差圆环的好消息 当年10月彭一旧改项目启动签约的第7天 就以99.17%的签约率正式生效 刷新了当时上海最高生效比例 最快生效速度等多项旧房成套改造项目的记录 如今项目建设接近尾声 彭浦新村即将迈上新台阶 如果说彭浦新村街道的东南角 承载过工人新村的荣光 那么街道西北角则更多承担着 安置洞签居民的重任 鉴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共康四村 最早一批居民大多由交通路洞签而来 这两年老邻居们常常约在家门口的 四季公园小聚 这里原本只是一片杂树林 2020年叠变为大型综合性公园 这一余的变化 也是彭浦新村街道整体面貌更新的缩影 近年来彭浦新村街道先后进行了整、拆、建、管、美 同步进行了美丽家园、美丽街区、美丽河道的建设 兴建了东陵津和彭浦四季公园 昔日智力挖地旧貌换新颜 十三个社区卫生站点、五个社区师堂和两个综合卫老综合体 并率先完成了整个街道辖区非成套居住房的改造任务 注重在环境品质、服务效能和居民文明素养方面入手 不断创新发展 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 提供蓬浦经验和蓬浦艳本 东方卫视记者刘亦然上海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乙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并发生地面交火 珍珠党潜在一把手据传已身亡 安理会审议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调查情况 中方呼吁避免将调查政治化 离乙间的战火仍在延烧 昨夜今晨 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多地发动了空袭 乙军与离真主党武装还在临时边界附近发生交火 而据沙特媒体报道 离真主党高级领导人萨菲丁及其随行人员 4号在乙军的袭击中身亡 从4号深夜 到5号凌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不断传出爆炸声 浓烟四起 就在袭击前不久 乙军阿拉伯与发言人再次发布两份针对贝鲁特南郊居民的警告 要求与乙军圈出的真主党设施相邻区域的居民紧急撤离 据沙特媒体今天报道 离真主党高级领导人萨菲丁及其随行人员 已经在乙军对贝鲁特南部的袭击中身亡 萨菲丁被认为是日前被乙军炸死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可能的继任者 为了定点清除萨菲丁 乙军昨天对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据点进行了11次连续袭击 目前真主党方面暂无官方回应 据乙军昨晚发布的报告 自对真主党目标进行有限地面行动以来 乙军共打死约250名真主党成员 其中包括21名指挥官 与此同时 离真主党与乙军在离以临时边界附近的阿迪萨镇发生交火 真主党方面称 在4号夜间击退了乙军的攻击 并造成乙军视频伤亡 5号凌晨 乙军再次发起攻击 双方对抗仍在继续 离真主党4号还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超过100枚火箭弹 直到5号凌晨 以色列北部地区仍不时响起防空警报 真主党今天还发表声明称 他们使用法迪伊导弹 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 离以局势的急剧升级 也加剧了黎巴嫩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昨天表示 以色列过去24小时的袭击 共造成黎巴嫩37人丧生 151人受伤 而就在当天深夜 离南部的一家医院又遭到乙军轰炸 至少9名医护人员受伤 医院被迫疏散了院内的大部分人员 随着伤亡人数迅速增加 无论是首都贝鲁特还是其他城市 医疗机构和医生们都已经不堪重负 连日来不少外国公民陆续从黎巴嫩撤离 他们在离开时也留下了深深的担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4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对黎巴嫩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他呼吁各方必须在任何时候 尽其所能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就在离乙冲突持续升级之际 昨天伊朗外长阿格拉奇率团访问了黎巴嫩 并与离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等人举行会晤 探讨地区局势 这也是已军上周空袭导致黎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鲁拉身亡之后 伊朗官员首次访离 尽管以色列此前威胁称 任何降落在贝鲁特的伊朗航班都将遭到一方打击 伊朗外长一行仍坚持访离行程 阿拉格奇还表示 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只针对军事目标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伊朗将作出回应 此外作为人道主义援助的一部分 伊朗将向黎巴嫩提供10吨的食品和样品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讲话称 近期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最小限度的惩罚 如有必要将继续 哈梅内伊还谴责了美国保护以色列的政策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 据美方了解以色列尚未决定如何回应 伊朗此前对以发动的导弹袭击 拜登说 如果他站在以色列的角度 不会袭击伊朗的油田 此前他还表示 美国不支持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核设施 作为报复行动的一部分 而据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 以方并未向拜登政府保证 不会针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报复型打击 共和党籍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昨天则和老对手拜登唱起了反调 特朗普表示 以色列应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眼下美方拯救以色列采取何种报复措施 与以方进行沟通 分析认为 受外界对以色列可能袭击伊朗石油设施的 担忧情绪等影响 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上涨 随着选举日临近 油价若持续上涨将拖累民主党选情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昨天野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 当天美英联军对野门首都萨纳 河台达省等地发动了多次空袭 截至目前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 四个地区15次空袭 遭袭对象包括首都萨纳市中心的军事维修设施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证实 对野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15个目标进行了袭击 包括其武器系统等军事进攻设施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 美英的空袭不会阻止他们继续抵抗的决心 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 直至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 同一天大批野门民众在该国多地举行游行集会 抗议以色列在中东多地的侵略行动 并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抵抗力量表示支持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袭击红海和亚丁湾水域目标 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今年年初以来 美国和英国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 一些国家谴责美英两国行动侵犯野门主权 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已经过去两年 至今仍无调查结果 因俄罗斯请求联合国安理会昨天召开会议 审议有关该事件的调查情况 北溪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直通德国 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2022年9月26号 海底管道发生爆炸 大量天然气泄漏 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一遭人为破坏 释放后 丹麦 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 但拒绝俄罗斯参与 昨天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在会上表示 北溪管道遭到恐怖袭击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俄罗斯曾试图在安理会内部达成一致 要求德国公开透明的开展调查 但始终遭到美国及其盟友阻挠 对此美国代表指责俄方散布虚假信息 并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参与了这一事件 英国代表说 安理会应支持德国仍在进行的调查 而不是进行无意的猜测或试图破坏调查 法国代表表示 俄罗斯将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 这是预设了调查结果 而大多数与会代表重申 反对袭击或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 强调有必要追究肇事者责任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 希望有关国家积极同俄罗斯沟通合作 避免将调查政治化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问题 当初反对国际调查是否另有隐情 两年多来证据是否已被掩盖和销毁 我们付出的信任和时间 何时才能换来事件的真相 耿爽强调 中方希望德国尽快通过官方渠道 公布调查进展及结果 希望安理会对此事保持关注 避免虎头蛇尾 杜绝双重标准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昨天发布消息称 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团 将于本月7号到15号 在福岛核电站周边对海水、水生物和水产品 实施取样 不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 中国、韩国、瑞士分析机构的专家 也将赴日参加验证取样 这将是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后 中国专家第二次参加验证工作 根据中日双方上月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达成的共识 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 都将通过参与制定取样监测的方案 独立获取核污染水样本等方式 确保长期国际检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海地中部城镇彭桑德3号 3号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 数百人四散逃离 袭击造成大量当地平民的伤亡 城内多栋建筑物被焚烧 海地国家警察已从首都太子港 调派部队前往彭桑德维持秩序 据当地媒体报道 袭击已造成至少50人死亡 这些武装分子来自当地黑帮 他们使用自动步枪向民众开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昨天通过发言人谴责该暴力事件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想要回看今天的东方新闻 了解更多资讯 请扫描二维码 下载看看新闻口服端 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 再见